这个朋友就问得general一些 他说本地地产股怎么看 哪些可以入呢? 本地地产股就没什么怎么看 如果你说 你拨服输 你最多没炒小阳春零售 那些可能1997 新地那些 你说有什么催化剂炒 我真的没什么特别想法 因为你 卖楼的都是这样卖 也没什么特别的东西 如果你真的买地产股 你不要打算炒 你打算买来长线收息 那些东西 那你说长线收息的,那减哪一只 我觉得你自己按些记录 最重要就是说 那只地产股就没减派息 这个很重要的,因为如果你减了派息 那你就 一定是难计数的,不过我印象之中 你说大那几只 你说新地 新世界 大,长线,这一堆 都没什么特别减过派息 起码先 那我觉得 如果你说做中长线收息的 那你就计算个股息率 经常说那种东西 五厘六厘,适合价的 你就买吧 不过就 原来是用个收息概念来玩 你就不要想着 不要想着说 那价格会怎么特别爆 你想那价格要特别爆的 那你就不要选本地地产股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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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